这一次真的是台湾民主的胜利 站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 九合一大胜后国民党首场中常会 党主席朱立伦感谢战将们辛苦奋斗 也提醒大家千万别得意忘形 我更没有一分钟的高兴 因为我很清楚面对的挑战还非常非常的多 不敢懈怠因为下一场仗 北市和南投县立委补选近在眼前 我们一定走对的路 提对的人 全党 我们都是团结才能胜选 但接在两场战役后头 就是2024总统初选 作为2022胜选主席 朱立伦当然想奋力一搏 但问题是当主席的职责 就是要把初选的提名办法和规则 公平清楚定出来 主席身份恐怕成为朱立伦参选 绊脚石 我们只是助选员 我们是配角 真正的英雄是在前线奋战的这些辛苦的同志 无私无我才能够团结胜选 多次强调无私无我 但除了前主席马英九以总统兼党主席身份参选之外 党内没有党主席欲驾清真案例 一旦朱立伦也想参选总统 求援兼裁判势必保受党内批判 主席这大位恐怕得先让出来才能做到无私无我 补选的部分 那其实也是我们2024的一个前哨战 希望朱立伦朱主席还能够持续的 还协助还带领党能够赢得资产长的胜利 那么朱主席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侯市长 卢市长 甚至于韩前市长 还有郭董市长 最后谁会出现 我觉得可能也要看党内部的一个整合 朱立伦2022带领全党刷新蓝营政治版图 想要乘胜追击2024 总统练与球员这角色如何拿捏 朱主席还要张脑筋 进行为李嘉宁 郭炎廷 采访报道